AI影像辨識 隱藏版特殊功能 好啦 因為線上版 離線版做不出來 薄不起來 所以只能在線上版做示範 在我們的線上版裡面 多了一個 擴充機目叫做KN影像辨識 在這裡必須允許這個網站使用webcam 他的做法是 有一點像神經學習的一個範疇 首先我們可以訓練 訓練完他會獲得一個 訓練的模式 然後 我們可以取得他的值 所以我們這邊來做的是 當 我們按下空白鍵 訓練十次 訓練每次間隔一秒鐘 讓他影像辨識 那我們這邊把 設定好 比方說我們來辨識 剪刀石頭布 石頭 那你可以在 當他辨識到 石頭的時候 讓 系統說出 石頭 同樣的東西我們可以來辨識 就是 剪刀 另外一個就是 布 那我們訓練也一樣 這個我們用 向 向 向上 這個向上 這個向下 另外一個是向 右 那我們訓練的模式就不可以 用同一個 我們訓練三個 我們訓練三個模式 就可以訓練剪刀石頭布 那這邊事實上可以超過三個 訓練第2個 訓練第3個 第2個是 剪刀 第3個是 剪刀 好 那我們來開始訓練 第一個我們按向上 是石頭 擺好 這樣只是石頭 按向上他會學習 那你可以 看他有沒有判斷出來在這裡 看有沒有判斷出來在這裡 石頭 學完了 他已經看到石頭了 我們再來學習 剪刀 按向下的鍵 剪刀 看一下他有沒有判斷出來 判斷出剪刀 第3個向右 我們來判斷布 向右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來試試看 看他有沒有辦法判斷出什麼 這個是石頭 他就不會判斷成剪刀或者是布 那我出剪刀 他是剪刀 那我出布 他就判斷出布 這是一個經由學習之後 他判斷出來的結果 還不錯的模組 這樣就可以教 AI影像辨識了 那我來判斷了 看一下 這邊先讓我來判斷 讓我來判斷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